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佩 我們趕快來介紹 今天兩位來賓 當然對我來講 你覺得壓力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特地 請導播搬了一個工具給我 請看一下我 找下的這個電章 就知道 我們今天請來現場的 一定是一個非常高挑的人 而且這兩位都很高 其中一位是我的老搭檔 我的老朋友 歡迎黃志偉 大家好 我是志偉 大家好 都是因為你 所以我必須要採電箱 真的嗎 那你以前也沒採 我以前有跟志偉一起主持過節目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會 搞不好就覺得那鏡頭 不知道要帶他還是帶我 因為我講話的時候 他就人會消失不見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我人就整個不戴鏡頭 不是 我講話的時候你就不戴 然後你講話的時候 就剩我的胸而已 對 就很 那鏡頭就很奇怪 最後就搬了一張椅子 叫我們兩個通通都坐下來 對 乾脆通通坐下去 對 如果導播不相信的話 不然我現在就要下電箱 我要下樓梯囉 來喔 確定要這樣 這樣是不是鏡頭真的很難戴 而且重點是 我已經看到了 真的卡掉了 你很壞耶 還是我整集就正好 馬上立馬卡掉 舒服多了 這樣也不錯 還滿舒服的 我不曉得說這集 為什麼要發兩個這麼高的人來 除了黃志偉之外 歡迎王苡萍 大家好 儀佩妳現在比我高耶 真的嗎 儀佩妳來扮一下 妳看 超光1.8 我跟你講 我這是名模的身材 真的 而且妳又小 對啊 假說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這樣的臉 長妳這樣的身材的話 就是極品 真的 炸開 超極品 真的 炸開 那現在有多讚 就是很厲害的意思 現在超炸 真的嗎 男人不愛那麼高的女孩好嗎 我們下輩子看有沒有機會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這個廚師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哥老大 哥老大根本怎麼那麼遠 哥老大 哥老大你可以靠近一點 沒關係 我還是跟他近一點比較好 不是 他是想過來 但是他一直把他拉過去 我跟他比較接近一點比較好 比較剛好一點 我們比較正常 今天最適合店店箱 根本就不是我 是營養師劉伊麗 哈囉 大家好 伊麗 你今天站那麼遠幹嘛 我跟哥老大 我覺得我們兩個比較正常的 這個 正常版 對 正常版 伊麗 你過來 你站在自我旁邊 你站在他們中間 你在他們中間 麥當勞對不對 老師 你確定是一樣老師 怎麼看起來這麼不一樣 老師 到底是怎麼了 好可憐喔 我壞耶 感覺這畫面是會被霸凌 對 沒有 我被霸凌 我覺得好像被欺負的感覺 對啊 我們都懂得感受到 妳好高喔 沒有 我就是靈摩的身材 空氣如何 空氣如何 空氣非常好 你們的空氣應該很混沌 對 我真的比較好 你負責在那邊吸霧霾 對 你們就把霧霾吸掉了 沒有 那你們是負責吸屁的 你很煩耶 更嗨 更慘 好 今天是一樣 黃志瑋來到現場 因為影評已經來過 我們節目好幾次了 但志瑋是第一次來 我們今天要來PK做料理 今天的主題是大黃瓜 你喜歡大黃瓜嗎 喜歡啊 你跟大黃瓜熟嗎 不熟 但喜歡 你喜歡大黃瓜 我不知道 我就最近很愛吃青菜 這一陣子好愛 可是我以前跟你合作的時候 你有愛吃肉耶 那個時候 但我後來我牛肉也沒事 然後現在就吃得很清淡 你是覺得大概依林沒有 就是想要出家就對了 沒有 公司已經有給我很豐衣足食好不好 就是 我可能就是這一次回來也 這樣跟你聊天好舒服喔 是喔 開心喔 對 很開心 對 好 就是這次回來 飲食控制的也不錯 然後運動量變很大 我以前是只吃那幾種蔬菜 最近也不混夜店了就對了 我本來就沒有 我跟我說 幹嘛這樣子 幹嘛這樣子 這陣子我脾氣還是沒改好嗎 沒有 太好想要講 你不要一直往前走 因為我會走 馬上把它弄不見 導播只帶我他就不見了 我要把它消失很簡單 所以你只要離開鏡頭 我走兩步你就再見了 導播 我把你拉回來我還要再上來 所以就最近生活也過 比較簡單一點 對啦 對啦 飲食方面就 因為其實吃就會越來越 那個種類就越來越少 然後也就比較單一 然後我發現吃的 種類越來越少之後 口味也會變淡 真的 而且你聽說你之前很愛吃牛肉 後來突然之間就不喜歡吃牛肉了 而且我不吃牛肉那天 我還剛吃完牛肉 我親我一個朋友 到萬華去吃一個很老牌那種 菜炒牛肉對不對 對 那鍋子都已經炒到有鍋巴 然後起來之後 那牛肉帶點鍋巴這樣子 很好吃 一吃完一上車我就跟他說 我以後不吃牛肉了 他還撒掉說 你是認真嗎 我不知道就是一個念頭就不吃 直擊到了 直擊到了 而且還有一件事 你有因為姓什麼或什麼的嗎 也沒特別 但是我有一個很妙的事 就是說我有到紐約 吃一個很有名的牛排館 就是說所有藝人到那邊 都一定要吃 然後我前一次去還有吃 隔年旋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服務生 其實基因非常好 你知道嗎 隔年去他問我 他就說那你今天要不要吃 我說 我今天要吃羊 撒掉說 你開玩笑吧 他說所有人來 我們這邊吃都是牛肉 就你吃羊 怎麼可能呢 不要再騙我了 我已經記得你不用騙我 我說我真的要吃羊 真的 所以你再不吃牛肉了 就是堅持不吃 對 那影評有什麼不吃的嗎 我不敢吃羊肉 你看 好 可是其他除了 除了那個羊肉以外的東西 我都可以接受 然後我也比較喜歡吃青菜類的 然後像瓜類的我也愛吃 是 聽說你才剛從北京工作回來 對 那應該吸了不少霧霾吧 沒有 碰巧是剛好我去的的時候霧霾 那一天沒有霧霾 可是非常的冷 所以他從現在開始 他去北京歡迎你 那就是寫給他看的 真的 沒有 可是後來你知道 去到那種真的天氣冷到 感覺你一整天都待在冰箱裡面 你是怕冷的人嗎 我真的很怕冷 我知道你們高的人 就是血液循環不好 真的 沒有 這是真的 真的 你像椅裡 都完全不會有這種困擾 他每天都熱呼呼的 真的會這樣子嗎 其實我身體還不錯 我真的會這樣子嗎 沒有 可能你們吃太少了吧 沒有 不是 我們食量也很大 這個要討厭一下 我是真的會這樣子 我騎車騎騎 我的手腳就突然就不見了 我手都是 手指頭就不見了 真的嗎 我手是冰的 我好厲害 我也冰的 他手冰的 他手是冰 真的耶 他手是冰的 真的 很冰 我家也是冰的 你要不要生氣 還好 我就還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很久沒看到一位 就很想弄他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每日都弄我 很煩耶 是真的 然後我覺得 可是也真的很慶幸剛好 真的去的 一離開你知道 隔一天馬上霧霾又來了 所以他北京歡迎 那邊那隻就撤掉了 好 為什麼今天請到兩位來 因為影評一直以來 都保持得非常好身材 然後志偉最近有這種在健身 我們要為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說 最近有一個話題其實滿紅 一直以來台灣人 你不要以為說看起來瘦瘦的 然後看起來身材還滿纖細 就覺得說他身體應該還不錯 其實有一個名詞叫做泡芙女孩 就是表示說呢 你外表看起來瘦瘦 可是你裡面裝的 可能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瘦瘦瘦瘦 動作俐落煎蛋皮包糙米飯 用起司片黏上海苔 最後外套是藍蛋皮 不到十分鐘特決小小兵便當 就大功告成 低卡又健康的小小兵便當完成囉 仔細看便當除了蛋 糙米飯幾乎是蔬菜水果 靠著痛治飲食搭配運動 李冠儀在短短兩個月內 消除不少體脂肪 很容易就變成你是泡芙人 我以前就是因為少吃多動 我一天只有吃一餐 可是說實話 但我多吃一點點 真的馬上又腹胖回來了 168公分高50公斤重的李冠儀 以前是泡芙足 體型看似鮮瘦 但其實體脂肪率超標 又容易腹胖 在短時間內從28%降到24% 他也大方分享消脂菜單 現在都不吃白色澱粉類的東西 例如白米飯 或者是白麵條這些東西 我都用糙米飯 或者是全麥麵包 或者是全麥饅頭來做取代 七成靠飲食控制 三成用運動手針 我覺得不要要求次數 主要是要精準 芒樂上班族 每天可以深蹲大約100下 還有夾腹運動 也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剛開始沒辦法夾的 可以用這樣hold住 體重少 少的是脂肪的時候 那他的運動跟羽食的比例的話 是3比7 這樣的說法是對的 滴冠瘀的消脂方法 營養師認同 也要提醒民眾 別以為體重符合標準 就沾沾自喜 因為過高體脂肪率 容易有三高危機 還是要特別注意 季爾 張哲隆 遠方 台北報導 所以我要問一下以理說 現在泡芙女孩 真的比例蠻高的嗎 很高啊 因為這陣子流行減肥 所以大家看起來都是瘦的 但泡芙族其實有一個定義 它有兩個指標 一個就是 通常我們可以再加量 那個體重肌有沒有 它不是會有體脂肪嗎 對 泡芙族也包括男生 所以如果說男生的體脂肪 大於25%以上 超過 或是女生的體脂肪 大於30%以上 那其實就是有點像泡芙族 裡面都是脂肪的意思 那我爸很確定早就超過了 從來沒有低於30以下的 那你還在那邊沾沾自喜 不是 越高越好嗎 不到 越高 脂肪越高吧 你以為是年終獎金喔 對啊 然後第二個標準跟腰圍有關 就是如果男生的那個腰圍 穿褲子的腰圍 如果大於35.5吋 女生大於30.5吋以上 那我們也稱為是泡芙人 所以看起來外表健康 泡芙人其實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現在33 你現在33 我那時候36現在33 真的喔 可是老師這個有跟身高有關係嗎 說實在好 身高有關係 可是問題是你太高了 所以其實你稍微 你要看的是那個 你為什麼要因為你個人這樣 一直排斥我說我太高 不是因為你太高了 對 所以其實你第一個要看的是 體脂肪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體脂肪 就是你如果高於25%以上 其實還是風險比較高 對 所以其實泡芙人有一個危險 因為泡芙人看起來 是不是都瘦瘦的 對 這些數據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影響 事實上泡芙人就是 三高的候選人 對 他是一個候選人 對 如果你真的是體脂肪過高 腰圍過高 你未來得到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的比例 可能是別人的兩倍以上 所以意思就是說 看起來瘦瘦的人 對 而且像之前不是有看起來 瘦瘦的工程師 然後不是上半身到一半猝食 對 猝食 對 對 你看他們那一圈腰圍 通常都會比較胖一點 或是體內的脂肪都是比較高的 我們剛剛聊說泡芙族 很多人想瘦身 到底跟我們今天的大黃瓜 有沒有幫助 有 其實在瘦身的時候 最重要 最重要 要把脂肪帶走的話 其實膳食纖維很重要 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脂肪減少 對 因為脂肪也有佔重量 對 所以其實把脂肪減少 那脂肪減少 你一定要有膳食纖維 另外第二個 其實大家比較容易忽略 因為大家以為減重 只要提高蛋白質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水分 對 因為水分 其實在你代謝所有的營養素裡面 它是一個類似像發動機這樣子 它必須要發動 才可以把你所有吃進來的熱量 把它消耗掉 所以水分很重要 所以其實在蔬菜裡面 有水分的話 反而可以幫助你除了喝水 然後還可以從蔬菜裡面補水 大黃瓜你看它是不是水分很高 對 水分超高的 所以其實它是減肥很好的盛品 然後另外就是說 大黃瓜本身 它裡面有一個特殊的物質 它可以幫助你 比如說在這一餐裡面 吃太油的話 可以把它排掉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要入菜很好 健身完之後 如果你吃大黃瓜 其實它肉量非常低 也沒什麼負擔 然後又可以增加飽足感 今天兩位要用大黃瓜 要來PK做料理 志偉今天要端出什麼菜呢 等等 我好開心喔 大黃瓜蒸飯 苦瓜粽的那種感覺 對 類似對不對 有點像苦瓜或是什麼 苦瓜粽或者是黃瓜粽也有 或者蘿蔔粽也有 裡面就是腮肉 影瓶我滿好奇會端出什麼料理 他每次來我們 這次沒有果汁雞這個東西 好…來 影瓶我滿好奇會端出什麼料理 他每次來我們 這次沒有果汁雞這個東西 好…來 水果黃瓜涼麵 這個刀工要很好 對啊 對 你刀工OK嗎 我有 小配布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四位可愛小小評審 好可愛喔 蓉蓉 Yeah Stick Yeah 樂樂 Yeah 還有Star Yeah 好 這四位就要當你們兩位的 超可愛的 就是小幫手喔 真的嗎 我們趕快來進入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首先是影評要先來幫我們示範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水果黃瓜涼麵 要用什麼食材呢 水果黃瓜涼麵要用的是 大黃瓜一條 蘋果一顆 水梨一顆 小番茄五顆 鹽少許還有和風醬適量 是 今天你的兩位小幫手是 蓉蓉跟Star 我拿三個 好 大黃瓜 蘋果 水梨 Go 妳要來嗎 小心喔 妳只能站在一樓喔 有沒有刺刺的 有沒有刺刺的 水梨拿了 蘋果咧 蘋果啊 它蘋果旁邊還放一個 擠陽春 對 我覺得這有點那個 大黃瓜 妳們好棒耶 力大無窮 好 謝謝 大黃瓜有了 水梨跟蘋果 我們想要 想請那個 以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大黃瓜 其實在市面上賣的時候 它有那種有刺 比較多刺的 有的比較少刺的 到底要怎麼選 其實剛摘下來刺越多 越新鮮 越新鮮 上面有小毛刺的 或者上面有小細毛的 就是越新鮮 越光滑就越久 放越久 對 我們這顆算是 這顆 這顆應該是放很久了 最少放一個禮拜 台灣有分大黃瓜小黃瓜 在大陸就是一個黃瓜而已 然後一定要挑那個刺跟毛多的 瓜類都是 是喔 黃瓜是一樣 絲瓜也是嗎 絲瓜也是 上面有細毛的越多越新鮮 我都覺得那個細毛很恐怖 還有不刺也是 不刺有毛嗎 不刺有 為什麼我看的不刺都沒有毛 都是很光滑的 放太久了 有可能 你們去買的時候是在超市買 它可能有經過包裝或怎麼樣 所以你摸不到 但是如果你在那種傳統市場 尤其在批發市場 比較大的那種批發市場 你幾乎去看了全部上面都有毛 就剛採的 剛採的 所以大黃瓜也是要挑刺比較多 對 它上面有細毛 細毛的就是表示新鮮的 好 那影評要怎麼做呢 我現在拿到了黃瓜以後 我們要看你的刀工喔 等一下 刀工等一下 首先就是你要看你的份量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先切一半 好 這我看他拿到照 他不會切 他不太會切東西對不對 不是 不會 你知道他們名模平常都是喝一些果汁 吃一些蔬菜 你就這樣把它削 對 我以為那是屍體在教材 沒問題 這樣削 大概這樣去皮了以後 對 這邊右邊就有了 剛剛我已經先削好的 是 在這兒 好 全部削完就變這樣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展現我的刀工喔 好 來 刀工 展現 小心 站旁邊站遠一點 站遠一點 小心 你們在看我站你 我刀不在這兒 這是刀絲性耶 想當厲害的刀工 你知道這刀絲也要刀得好 好 那你先刀給我們看看 現刀給你們看 而且我直接單手 等一下喔 沒有人敢小看你 放心喔 不然就成為你家裡的屍體了 然後你要從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涼麵嘛 對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切了絲以後 好吃性的滿好用的 真的很好用 而且你知道 弄完以後看起來又好看 拋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先這樣 像這樣子的泡水 泡冰水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咬起來 就吃起來會有脆脆的感覺 然後弄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立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先把它醃 你要醃那個大黃瓜 要先醃了以後 它才會有味道 入味 再加上鹽 鹽差不多兩小時就可以了 然後平均的撒在上面 而且科老大每次在我們節目上都說 醃東西可以用塑膠袋來補助 因為你可以減少你用的一些調味品 對 要不然你會用很多很多才去驗動 那個水都喝到小朋友臉上 有嗎 全部都你們有沒有看到嗎 怎麼下雨了 沒有吧 不要下雨 沒有對不對 有一點啦 沒關係啦 快搖完了 好 這樣子可能差不多要搖個20分鐘 搖20分鐘 因為它才會這個鹽巴那個才會驗 那怎麼處理 看我當然沒有其他的建議 這樣也可以剛好運動 瘦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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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只要把鹽抓均勻了以後 放在那邊等它出水就可以 等20分鐘它就會 我都是這樣用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可以更好運動 對啊 難怪你會胖它身材好 我們就抓一抓放在那邊 你就放在那邊 對啊 醃完了這個就是已經是20分鐘後的 就會變成這樣 看起來還是多少有差 我覺得它顏色有一點點變 有變比較深 醃過的話會變比較深 對 醃過比較深 因為它出的水分越多 它綠色留下來越多 了解 好 然後這個我們就先放這邊 然後我們還會有準備我們的那個水果 番茄的話呢 你就是洗乾淨了以後 這個時候你要先煮個熱水 然後你稍微的畫個一刀以後 畫一刀以後你就可以把它 放到熱水裡面兩分鐘 再把它撈起來 然後我們再做去皮的動作 就把它皮脫掉 精緻料理 不然以後就會變這樣子 還有蘋果 蘋果 這個時候我的法寶又要拿出來了 蘋果要用法寶弄這邊 當然啊 因為蘋果一定要切得好看 小朋友才會想要吃 這一次到底會是切成什麼樣子呢 我的幫手來了 你是工具人對不對 工具人 上次有果汁機 你看我們每次都有不一樣的工具 真的是工具小幫手 當然啊 所以它有可能是 以後那個家電廠商最佳的那個 對啊 代言人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這個你可以弄的是剛剛好 它就是切起來會有一塊一塊的 是 小朋友也比較好入口 對 弄完了以後呢 順便也把水梨也一起用 好 水梨的也把它這樣子 好 水梨也把它切成 對 方形 那是切丁器 然後接下來開始準備要擺盤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再加上最後的荷崩醬 我們就把這個 為了要讓它看起來非常的美觀 我一定要弄一個好看的 把它像義大利麵一樣捲起來 像義大利麵撈起來 你要去整那個麵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這個做法 在那個日本啊 最近這幾年在減肥的時候 非常流行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尾麵條 就偽裝的尾 對 然後它會把各種蔬菜 包括像 它今天是用大黃瓜 那日本會用那個金針菇 或是黑木耳 然後不同顏色 或是那個紅蘿蔔絲 然後把它弄成就是一條一條的 然後他們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那個日本妹妹就會想說 這個就是麵喔 就是麵喔 然後就會說 對 就會說服自己說 我就是來吃麵條 何必耶 然後他們就會把這個 放在減肥的晚餐 或是宵夜 我不覺得 它本身它就有飽足感 我不覺得 現在日本很流行 那個 那個拉麵有沒有 拉麵裡面你撈不到麵條 對 全部裡面都蔬菜 然後譬如說 但要怎麼騙自己呢 就意識形態 這是麵喔 這是麵這樣子 對 拉麵裡面全部沒有麵 對 全部都蔬菜 另外我們在吃那個 日本不是有很多凍飯嗎 對 然後那個什麼牛排凍 牛排凍就上面放一塊牛排 然後放一塊奶油 然後離一點醬汁 然後淋在那個白飯上對不對 那個牛排凍好好吃對不對 現在那個減肥餐是這樣 把飯只剩下一球 跟乒乓球一樣大 其他墊滿的高麗菜 吃其他的蔬菜 然後把牛排一樣放上去 我覺得好空虛 不會 這樣很有飽足感 那可以吃三大碗 以前吃一碗就好 現在要吃三碗 對啊 你們這些名模過的 都不是人過的生活 你們可不可以活在 你可不可以活在現實生活當中 好 這樣就完成了對不對 對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再加上 到時候再加上這個和風醬 你和風醬是自己調的嗎 這是在超市就可以買得到 OK 好 因為這樣比較輕便 然後也吃起來也比較 比較口感也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要再 先來請伊莉分析一下 這個的營養成分 好 我剛剛算了下來 這一道料理幾乎不到150大卡 所以其實以小朋友來講的話 第一個 這個如果要減肥的小朋友 倒是真的可以用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泡芙人有沒有 對 現在有很多泡芙小孩 真的 我曾經碰過那個 現在很多泡芙小孩 而且我們曾經碰過 就是小學六年級 其實就有脂肪乾的小朋友 對 所以其實他們 體內脂肪很高 他又不喜歡吃蔬菜的情況之下 我倒是覺得 用這樣子的口感 加一點水果 讓它甜甜的 然後又可以吃入很多蔬菜 不過我建議 如果給小朋友吃的話 其實可以放一點 比如說像蝦仁 或是海鮮那些東西 它可能會增加一點鮮味 跟增加蛋白質這樣子 而且你看看 蓉蓉跟STAR 都是屬於瘦的小朋友 他們吃這個的話 可能會吃不飽 這可以當作前餐 前菜就對了 對 然後主菜再吃一些 比較營養的東西 了解 好 當然我們來 考志偉一個題目 來考考他的嘗試 對 然後觀眾朋友也可以幫我們 回答一下 好 沒問題 多吃大黃瓜有美膚的作用 但是將黃瓜片貼在臉上 不具有下裂何種美容的效果 不具有喔 A 抗氧化 B 去除臉的細毛 C 保濕 不具有 哪個沒有 將黃瓜片貼在臉上 不具有下裂何種美容的效果 不具有 A 抗氧化 B 去除臉的細毛 C 保濕 不具有 哪個沒有 B 去除臉部的細毛 好 是嗎 恭喜你 答對了 是嗎 因為本身有剛剛提到 它裡面其實有維生素B群 然後另外維生素C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它主要是有水分 水分本身就可以抗氧化跟保濕 所以其實很多人它會 有些人它會拿什麼小黃瓜 來敷臉什麼的 事實上 但是你反而把小黃瓜或大黃瓜 把它吃進去 它的效果反而對皮膚比較好 所以意思是說 敷臉的效果沒有吃進去的大 對 因為其實敷臉是敷在表面 除非敷完之後有擦乳液 但是你吃進去之後 其實你是吃到大部分的水分 跟所謂的維生素B群 但如果是夏天 有一點點曬得紅紅的敷 會有冰鎮的效果 那就是鎮定的效果 那就是其實你用冰塊 然後稍微用布包起來 稍微冰鎮 其實是一樣的效果 了解 好 今天影評的料理呢 色香味俱全 但我覺得這道料理看起來好冷 不知道為什麼 不會 我覺得好想吃喔 很寒耶 不會 你不覺得嗎 應該加一些枸杞什麼之類的 不會 中午吃我覺得很清爽 睡覺 下午有精神上班 對 但是你今天要攻擊他 因為你要跟他PK 為什麼呢 看他自然談了 沒有 你沒有看到我看到他這道菜 我整個人變得很安心了嗎 真的嗎 他很小 沒有 他現在喜歡吃蔬菜 他已經改邪歸正了 什麼關係對不對 接下來就換志偉要為我們上菜囉 好 今天志偉哥要幫我們做的是 大黃瓜蒸飯 要用的是哪些食材呢 來看看 有大黃瓜一條 貢丸三顆 香菇三朵豆皮一張 蛋兩顆 白飯兩碗還有延續量 其實看起來好像不太難耶 因為食材算是簡單的 這個跟你講 事情沒有傻瓜想那麼容易 我是傻瓜 不是我沒有說你是傻瓜 其實志偉講的是沒有錯 越簡單的東西越來越來越 你要用到好吃 越簡單的素材 真的 你要做到好吃真的是越難 沒錯 那就要看黃書瑋的功力 如果師傅沒這樣講的話 我還輕鬆一點 他這樣講我整個壓力 壓力超大的 好 我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 要幫我拿東西 好 那你們 Steve還有樂樂 黃瓜 貢丸跟香菇 黃瓜 貢丸 香菇 你帶樂樂去快 不 樂樂快睡著了 樂樂你去 你跟哥哥去客 快點 快點 知道嗎 沒錯 哇 貢丸拿到了 樂樂你拿香菇 樂樂你知道香菇 你知道嗎 樂樂 樂樂知道耶 他知道香菇耶 對啊 他很聰明耶 好 黃瓜有來了 謝謝 送來 然後 然後 香菇 貢丸 好 都有了 好 好 這個要怎麼做呢 志偉幫我們示範 這個因為剛剛 如果還觀眾印象還深刻的話 我們剛剛上一道菜影評把 這條瓜的最精華中間 都拿走了 對 最精華最嫩啊 對 是嗎 真的嗎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把最嫩的 給他做前菜 那我們來負責做主食做晚餐 對 晚餐 所以我選擇的是他頭尾 一樣我們一樣做削皮的動作 削皮之後 我們把頭尾切下來 所以你要頭尾 你不要中間是不是 我不要 我只要頭尾 是喔 對 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頭尾 是因為 其實 這顆還算滿新鮮的 其實中間的話 因為我們要挖就不要挖 就是要挖不要挖太深 因為太深的話 它這個 它這東西就會穿透 那我們到時候 煮的那個飯 那個汁就沒辦法留在裡面 那汁也不能夠上 對 那我們取它尾巴的話 它挖完之後 我們把它去完皮 挖完之後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會是這個樣子 不行啊 鳳之瑋 你要挖給我看 漂亮啦 要挖給你看 很好啊 OK啊 行 他平常有時候還是 也是會PO一些 他是在做料理 放在FB上 但是都被攻擊得多 為什麼 我沒有攻擊你啊 就是要把 我覺得要把持續給你 是 然後不要挖太深 我覺得那個瓜壁也不要挖太薄 是 瓜壁挖太薄容易破掉吧 對 保留一點它的水分在 是 了解 然後到最後 把皮去掉之後 你可以在旁邊做一些雕花 你自己喜歡的杏花 是 還雕花 對… 沒有 我說做簡單的 其實這邊有現成的 就做鋸齒狀的雕花 其實就可以了 讓你吃東西 我覺得要色香味俱全 吃東西變成是一種 飲食變成是一個樂趣 對 不只說你做的人過程是一個樂趣 但吃的人他本身也要是一個樂趣 那你都做菜給誰吃呢 我爸爸 OK 謝謝 好聰明喔 這麼伶俐 好伶俐喔 好伶俐喔 再來如果 我們到時候完全成品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如果您不開心不想雕就這樣 您開心想雕就這樣 OK 可以嗎 就變成一個碗的形狀 那記得 就是要把紙去乾淨 然後旁邊的瓜壁不要太薄喔 留一點厚度 因為我覺得會有汁 可以到時候生在裡面 了解 對 好 再來我們就要備料啦 備料啦 你要用些什麼食材來怎麼弄呢 那因為我們今天備的料是這樣 因為裡面是飯嘛 對 那我就準備了香菇 貢丸 還有 豆皮 還有豆皮 對 那所以香菇你是把它切成丁嗎 對 香菇我們會切成丁 你先給我們看看啦 快點 沒有 因為重點是香菇 在炒的過程當中它會出水 所以它香氣也會跑出來 對 相對的就是說 你要用大火去逼 逼那個水跟香氣出來 是 那個義大利菜有一個 那個炒那個鮮菇 就是把各式各樣的新鮮菇 用橄欖油 蒜頭去炒 我知道 再加一點辣椒 其實我跟你講 沒有…我加辣椒不合 加黑胡椒 黑胡椒 然後你就是一定要火很大 對 炒到那個菇 不斷的一直翻 一直翻鍋 就是一直攪動 炒到那個菇外面有一點微焦 你火不夠大 裡面汁都跑掉了 是 然後再把它 各式各樣的菇 全部炒好以後 放在那個鐵板上 就是現在不是流行那個鑄鐵鍋嗎 對 那個燒紅紅的鐵板 然後放上去 打一顆半熟蛋 灑一點鹽跟黑胡椒 如果你有巴薩米粉 早一點巴薩米粉 你會不會不客人不要講 我們現在現場沒有的食材 好煩喔 那個菇我跟你講 沒有人受得了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把那個蛋黃一戳破 然後拌在一起 非常好吃 好 志偉現在把那個香菇給切丁了 沒錯 是 好 公安切丁 好 你長那麼高會不會有困擾 就是你離 其實離那個流理台 其實滿遙遠的 其實腰 我們就是這樣腰受傷的 腰受傷 可是你沒有很高啊 沒有沒有 也是一樣 我們會 我們會這樣切東西 切東西切完以後 你真的是挺不直 挺不直起來 你們腰都好好的 對 所以有一些外國廚師 教我們去切菜的時候 不是半噸 半噸會發抖 就是腳要這樣打開 開開的就對了 這樣切 所以 換句話說就是黃豬也腰不好 你下次再切菜沒辦法 趁我病要我問 好 非常好 好 那黃豬也在備料的時候 我們來問大家 考考大家題目 順便影評也幫我們作答一下 下列保存大黃瓜的方式 哪一個是錯的呢 A 用水洗去表皮的細毛 B 用報紙包裹 B 密封厚保存 請回答 應該是A是錯的 因為剛剛 剛剛柯老大有講說就是 表皮要刺 然後毛要多 那一洗掉了 就代表說它的保存方式 應該就 會很快就不新鮮了 會不會新鮮 真的嗎 我們要吃它就一定要把毛弄掉 但是要弄掉 可是你是要等到 要開始要吃這個 你要開始做料理的時候 才要去做這個 這項 應該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嗎 果然影評是個乖小孩 耳朵都有打開聽 恭喜答對了 這題是算滿簡單吧 可是真的 大黃瓜是要用報紙包嗎 其實可以用報紙密封 或是白報紙 放在那個冷藏裡面 但是基本上 像你剛剛怡萍講到說 其實瓜類 只要你放 就算是儲存的過程裡面 久了之後 它其實那個毛還有那個刺 也是會慢慢就 會不見了 會越來越少 但是它只要是瓜類的東西 只要進水 泡水或碰到水 其實就很容易爛掉 了解 所以其實只要洗過的蔬菜 其實盡量就趕快 當餐就把它處理掉 所以在我們聊天過程當中 所以也把料都備好了 它把這個豆皮 香菇 還有貢丸 全部都切成小丁小丁 沒錯 那接下來你就要進行 炒的動作對不對 沒錯 接下來要炒 好 接下來炒的話 我自己的建議 我有我自己的步驟 我喜歡先炒料 再炒飯 但是你要記得是 我們把料放下去炒的時候 油鍋要先熱 熱完油鍋之後 我們就先 我是先放香菇 讓香菇炒出一些香味出來 是 你就聞 我們的味道上 聞到鼻子聞到香菇味道的時候 就可以放 我就放貢丸 對 放完貢丸之後 最後再放在豆皮 然後讓它 還是讓它熱一下 因為其實豆皮可以吸香菇的汁 真的 而且還可以吸貢丸的香氣 對 因為貢丸會有一些水分出來 因為豆皮其實沒什麼味道 對 沒有錯 然後等到差不多你也 你看到你的香菇有一點 對 有點微焦 有點金黃色的時候 我會把它撈起來 先撈起來 對 先撈起來 對 然後 老大 這個步驟是對的嗎 對… 專業級的做法 如果它繼續再下去的話 第一個飯也炒不開 然後菜的那個香氣也會混沌 了解 先把料撈起來 對 撈起來 但是這個步驟可以 就是可以在一起做 撈起來的時候 這個油鍋不要洗 我覺得鍋子比較洗 因為鍋子裡面會有這些食物的 殘留的一些香氣跟一些油漬 然後再加 先把它熱過之後 倒進去油 然後再把蛋放進去 先放蛋 先把蛋放在碗裡面 霍…攪和完之後 放在裡面炒 炒完之後 先熱一下炒一下之後 再放到米飯裡面進去 是 蛋不要太熟對不對 蛋不要太熟 就是不要炒到是顆粒狀太熟 有一點點蛋黃這樣子 了解… 然後再把米飯放進去之後 再一次炒 炒完之後呢 看到蛋會開… 看到你的米飯會有一點 在鍋上彈跳的時候 這時候呢 要多彈跳 你就看到 比方說你會有一些 比較空間的地方 然後那個米飯會 啵…好像跳舞一樣 會跳上來 當然也不要彈到 你的臉為贏者 OK 我的臉 那也滿近的 如果彈到你的臉的話 就真的彈滿高的 彈到尾 你可能整鍋飯都沒有 真的 OK 然後記得有看到米飯 可以在彈的時候 你就趕快把你剛剛炒出來 那些料放進去 了解 然後把它攪貨… 再過炒一下 炒一炒 發現你可以聞到 剛剛你炒一台這個 這一個料的香氣 上來的時候呢 就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再放到這個 我們剛剛銷好的這個 大黃瓜裡面去 大黃瓜碗 對…手工 然後放到裡面的時候 再拿去蒸 是 出來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蒸大概蒸多久咧 蒸多久 應該五分鐘就OK了 差不多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我們剛剛蒸了五分鐘之後呢 成品就在這裡啦 很漂亮耶 你自己拿 來 好 大黃瓜蒸飯 很厲害 好 依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道料理的營養成分 好 其實這一道 你有沒有看主要就是 蔬菜跟所謂的一個 那個肉類部分 是2比1的部分 是因為現在人其實吃很多的肉 我們剛剛又提到泡芙煮 泡芙煮就是肉吃太多油太多了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的蔬菜 因為我們是以蔬菜為基底 為那個中 所以其實大量蔬菜吃進去 然後它又加了高鮮的香菇 香菇是在所有的菇類裡面 膳食纖維最高的 對 所以可以幫助排便 又可以幫助小朋友腸道蠕動 所以我覺得它放進去 又可以增加口感跟鮮味 是很好的 所以然後它的肉類 其實唯一有一點點就是說 如果說那個貢丸可以換成肉絲 不要 我就是要貢丸 我超愛吃貢丸 貢丸甜甜香香的 但是貢丸吃太多 會讓你變泡芙人 其實貢丸也可以用肉絲去取代 是很好的 我覺得 因為今天是要騙小孩 所以它其實又有點貢丸 但是不然其實用肉絲會更健康 然後它的肉類 又是所謂動物性又蛋白質的 然後它有植物體的豆皮 我覺得其實這樣搭起來 它營養其實滿夠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當成 一個主餐來吃的 了解 黃哲瑋 你好適合抱小孩 不是 因為我看他快睡著 而且他一直走一走一走 而且他一抱就很容易睡著 對 我不知道 你好適合生小孩的人 好的 謝謝 好 當然我們今天最期待 就是柯老大要用志偉還有影評 做剩下的食材 要幫我們變出一道新的料理 要變什麼料理 你剛剛想過了嗎 今天食材也是算滿多的 今天食材就是因為很多 而且剛好顏色很特別 剛好有青 赤 黃 白 黑 所以五色 五色我們就在做一個 五色粥 這個我想吃 趕快來看看柯老大 怎麼變出五色粥 柯老大要幫我們變魔術 又用剩餘的食材 幫我們變出這一道五色粥 對… 剛好今天的素材 因為紅色我已經先放了 是 因為這個要稍微煮一段時間 對 主要是自為有白飯對不對 對… 然後呢 他們煮食材是 青 對 刺 紅色嘛 紅色就是它的番茄 番茄 剩下的番茄 對 黃 黃在這裡 在這裡 黃有豆皮 豆皮黃豆做的 對 但也是黃色的 對… 然後白 對 黑 青刺黃白 對… 青刺黃白 刺在這裡面 對 所以這些東西你只要 譬如說 一般來講我們煮西飯 像我喜歡吃那種 就是比較稠一點的 我不要吃那種泡飯 泡飯 泡飯是日本人愛吃的啦 西飯 對…要咬 因為西飯我會認為 就說不用咬這樣 噗嚕噗嚕進去就行了 對 所以呢 需要的話一般來講 這個是1比8的水 1比8 就是一碗的飯對8碗的水 對… 因為我們人多嘛 對 因為每一次都看到 只有你們四個人吃 對… 那邊的人都吃不到 還有那邊的人 一下去就是搶 怎麼搶到一口 對 科老道人就是好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就用兩碗飯 就是兩碗飯 了解 然後加了16碗 16碗的水 水 然後煮開了以後 再放米飯進去 是 再把這些素材全部加進去 哇… 這樣吃 這樣你看紅在這邊 你看這個就五情五色 對… 五五脹 是 然後蛋白質不夠嘛 是 對 加一點 兩顆雞蛋 哇… 厲害 這兩顆雞蛋 哇… 這兩顆雞蛋 然後呢 然後呢 對… 把它淋上去 哇… 我每次看到淋雞蛋 在桌上 超療癒的 超療癒的 還畫了個太極呢 然後我超愛… 我也超愛海帶牙的 海帶牙 我超愛海帶牙 我超愛海帶牙 我就把海帶牙 海帶牙是屬於黑的食材對不對 其實是屬於黑色的 對… 海帶牙纖維非常的高 所以海帶其實可以多吃 對啊 但是 只有假抗麵的人 假抗麵的人 抗麵的人可能不能吃 那如果你家剛好有蔥的話 可以撒一點手機 那個想吃 對啊 小朋友就不要換胡椒啦 那我們的話就是 加點鹽巴就好 那還有一個 如果想做比較偏日式的話 偏日式你可以那個水 因為我們是水 你可以加一點那個柴魚有沒有 放在布袋裡面 柴魚片出去熬 柴魚高湯 或是說你一開始就直接用昆布 跟柴魚去熬高湯 對啊… 你看這樣講完它就好啦 是 這樣是不是可以吃啊 這個很想吃 對啊 尤其天氣冷的時候 你看蛋白質也有 什麼都有 然後又五行五色 你看中醫師講補五臟的 對 而且又沒有負擔 而且其實我們的大黃瓜 它纖維裡面 它是屬於算是中低纖維的 中低纖維 不是太高 但是它適合老人家入口 但是因為家裡還有其他的成員 包括小朋友 有爸爸媽媽 那其實我們可以加一點海淡 你看它滿滿的其實是蔬菜 海淡我們算在蔬菜裡面 它屬於膳食纖維含量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 剛好老人家也可以吃 小朋友也可以吃 老人家要小孩子的話 加一點烏拉魚 非常好 這一道剛好老人家也可以吃 小朋友也可以吃 家裡面成人也都可以吃 小孩子的話 我要加一點烏拉魚進去 對 對 真的 我覺得看到這個 然後冬天吃一碗暖暖的粥 就可以暖胃又暖心對不對 一般我是愛吃三大碗 老大 老大 你的身材應該吃兩碗就夠了 老大那個腰尾控制 腰尾要控制一下 35.5吋一下 受不了澱粉的腰尾 他愛吃澱粉 老大的這道料理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吃吃 不過接著下來呢 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馬上就要很殘酷喔 今天到底是影評會獲勝 還是志偉會獲勝 因為影評今天做的是一道涼拌菜 是水果黃瓜涼麵 要PK的是志偉的大黃瓜蒸飯 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馬上我們就要來試吃 然後美食的評審時間啦 我們先來吃涼菜 然後再來吃志偉的好不好 好 來 那我們來吃這個 小小的 小小碗的喔 小小美食家喔 裡面有蘋果喔 還有大黃瓜 好可愛喔 你看他在這裡 他長得超像一個卡通娃娃的 其實樂樂他都在節奏上 你不要看他很累喔 他在節奏上 好可愛喔 好吃嗎 樂樂你在吃什麼 他在吃中餐 他在吃中餐 是蘋果嗎 他真的有在吃嗎 你有在吃嗎 你有在吃嗎 喔他給你看 有他有在吃 那我們吃一點點之後呢 現在可以來吃這個好不好 好不好 吃一點飯好不好 等一下這個再吃好不好 等一下要想要吃再把它吃完 吃一點飯飯好不好 吃一點哥哥做的飯好不好 樂樂已經開始潮眉苦臉了 來 換這個 樂樂你吃飯飯 我們剛剛做的飯飯 樂樂快點 我幫你切小塊一點好不好 樂樂你吃我們剛剛做的飯飯 我怕你那個會覺得太大塊 好 切小塊一點喔 吃一下 好 你吃這一塊就好 這一塊 OK嗎 OK嗎 好吃喔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們在吃的同時 好 我覺得兩道菜啊 說實在大黃瓜可以這樣料理 其實滿特別的啦 那一道那個涼麵的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其實 滿有那種醬汁的味道 它會吸醬汁 所以其實我覺得 真的該在做的時候 要不然它其實會吸一些醬汁 但是我覺得那一道一定要配蘋果吃 就是它的蘋果是重點 因為蘋果其實甜甜的 然後鹹鹹的 這樣吃起來其實比較有層次感的味道 所以其實那一道其實有點大人的口味 對 涼涼的 對 有點大人的口味 是喔 對 那志偉的呢 志偉那一道其實我覺得 它的大黃瓜本身的水分都保留住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叫小朋友吃的話 其實應該要連炒飯跟大黃瓜 同時吃一起吃 它的滋潤感就有 而且它的炒飯會更像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一道應該 小朋友會比較喜歡 了解 所以以理事預測志偉會獲勝 柯老大咧 我認為志偉 真的嗎 不是 我剛剛看到它那個炒飯那個步驟 是 就知道這個人會做飯 優秀對不對 對…你看它那個編到那個香氣足的那個 而且它又懂得那個 用黃瓜去補水你知道嗎 對 去蒸了以後跟著黃瓜一起吃那個很滋潤 然後那個涼麵說實在那個是 真的好像就吃水果味 就是比較沒有所謂的技術 但我覺得涼麵那道 飲瓶座那道 其實是女生應該會滿喜歡 女生減肥的時候 我覺得倒是可以用 而且其實有滿足感 然後可以吃到甜甜鮮鮮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已經夠滿足了 了解 雖然我們的以理還有柯老大 都投試我一票 到底小朋友會投誰呢 一個是 一個是剛剛冰冰涼涼的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裡面有飯飯的 那你去投票 來喔 喜歡吃水果 他喜歡吃水果 因為他剛剛一直狂吃蘋果 對不對 好 換斯大哥哥 你有決定了嗎 還是你覺得很難決定 決定了 決定了喔 有一道是真的很好吃啊 還是兩個都好吃 有一道真的很好吃 有一道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就來看你的決定 那你去投票 給了志偉一票 謝謝你 好 好 邁斯大哥 有一道你特別喜歡 對不對 好 那你幫我投票 好棒喔 吃水果的 他也是水果派的耶 他喜歡吃水果 他喜歡清爽的 草食奶 樂樂 換你來投票了 樂樂換你了 樂樂你先來 一費解釋 快點 來… 沒關係 慢慢來 我等你 他嘴巴在慢慢地嚼 那個水果 你看喔 右邊那個 右邊那個是剛剛 有蘋果的 你有在聽我講話嗎 然後左邊那個 左邊那個裡面有飯飯 剛剛儀佩姐問你吃的那個飯飯 有飯飯的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你去投票 這果然是水果無敵耶 小朋友喜歡吃水果 我覺得小朋友吃水果很好 對啊 小朋友喜歡吃水果耶 因為有時候吃飯 會家長會逼小朋友吃飯 因為小朋友吃飯真的比較慢 他這回去又在吃耶 他繼續在吃 對 執著 對 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蘋果 不過出乎意料之外 出乎意料 對啊 反正澱粉他們不愛 沒有啦 其實是長輩希望小朋友吃飯 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們要同時入口 就是瓜類跟那個炒飯要同時入口 它才有味道才會出來 因為如果他們剛剛只是先入口的是 大黃瓜的話 或是只有入口飯的話 他們可能會覺得黃瓜味道很淡或是什麼 沒錯 是分開的 應該要一起吃 對 了解 沒事 完全不生氣 跟小朋友玩完全不生氣 OK的 沒有 因為我覺得志偉今天來到現場 他就是整個人就被小朋友的那個融化了 對啊 是不是 想要生一個了嗎 好啦 黃志偉第一次來 我們不要鬧他 我們吃 我們要收 是收來軟軟味好不好 好 那味道真的好香 好好吃 好好吃 他味道怎麼這麼鮮味 而且他怎麼那麼入味 今天有個小技巧 就是你煮滾了以後 滾了五分鐘 你就放在那邊等它涼 就是 它會把味道比較融合一點 然後呢 要再吃的時候 再去回溫五分鐘讓它滾 就是這個小技巧 我覺得豆皮是經典的 有沒有也很清爽 其實我跟你講 在做素菜的時候 素菜也有分嘛 就是蛋奶酥或全素 如果做全素的話 我們做番茄炒蛋 全素的蛋就是用豆皮去煮 煮到化掉跟蛋的那個蛋 好厲害 了解 好 我們今天吃了 柯老大的這一道料理之後 五行粥 對 五行粥讓我們暖心暖胃 然後同時也恭喜影評獲勝 謝謝 志偉下次再來囉 謝謝 然後最後ending 就是趕快生個小孩了 拜拜 下次見 拜拜